甲骨文作为中国商代晚期的档案文献 透过网络和虚拟技术正走出考古机构更贴近大众 甲骨文的特征被植入到邮票、项链、到祝贺卡等 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中一起来看看 动画片、互动装置展出 如今的甲骨文已经不单单是刻在硅甲、收骨上的神秘文字 而是出现了各种文化产品和创新应用之中 搭紧了观众与甲骨文之间的距离 甲骨文表情包就是其中最热门的一种创意产品 两只手把门栓一拔,门打开了,一颗心飞出来 全都是用甲骨文的字形 对,就是开和心,两个字 在结合史上的网络用语 有声一变就成了社交网络表情包 而这个系列也成了斗土爱好者心宠 目前累计被发送了930多万次 古老的文字还是有晦涩难懂的这种感觉 很多年轻人就是避而远之了 但是你用一个很年轻的方式 做得很时髦的这种创意 能够很有效地传播出去 表情包只是成男团队甲骨文作品的一小部分 印章、项链、贺卡 各种文串产品中也都能看到甲骨文的身影 为了让甲骨文能够作为一种活的文字被使用 他还用了十多年的时间设计了一套甲骨文字库 甲骨文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超级IP 北京一家设计院正在以音须甲骨为主题 打造一座线上文绿小镇 而要快速进入这个甲骨主题虚拟世界 只需要这枚小小的槽丸 通过一个小槽丸 手机一碰就可以进入这个世界 进入这个世界可以通过体验我们虚幻引擎物 所勾勒的一个完全虚拟的一个音须的原宇宙 它可以还原三千年前的一个音商的一个历史 文化和一些景象 目前还有三分之二的甲骨文仍未破解 还有很多谜题等待揭开 用那个虚幻引擎技术 然后包括数字人数的IP这些来构建 它更符合这种年轻人的接受度参与感 在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记者看到一些代码正在代替人力 对甲骨文踏片进行整理工作 新家用人工智能去将一张踏片与另外18万张踏片 逐一进行比对 只需要三到五分钟 这片的左下角和这片的上部区域 它们是重复的 那这两个区域它其实并没有文字的信息 模型是完全根据图像本身的文理信息 判断它们是重复的 然后有了这种对应关系 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踏本 把它拼合到一起 形成了一片更完整的踏片 而在传统的工作方法中 却是以年尾计量单位的浩瀚工程 过去的话就是靠人 人在那可能就凭一些记忆 把相同类型的给它放在一起 多少个人的多少个年 要花去这么多时间 有了人工智能之后 做这个工作 至少就是先拿机器去跑一遍 所以这个就我觉得是一个模式的改变了 目前已有上百组搅骨材料 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病核 许多历史片段得以重见天日 通过这个复原之后 我们就看到了一条相当于新的材料 这条材料是记录了 应该是伤亡 说它的这个牙齿出现了这个疾病 这怎么看出来的 这是疾 这是疾病的疾 对 这是牙齿的疾 疾齿就是讲它的 就是牙齿有疾病的 希望说能够把这种牙齿疾病给去除掉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未来 可以尝试越来越多的这种 人工智能的新技术 比如说这是根据上下语境的 我们要根据利用这种语言的模型 来推测下面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 这也是我们说未来这个一个发展的展望 我们要看到人工智能的 这也是我们想听 purs的